大家好,我們這裡是蟲之生甲蟲店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獨角仙的產房布置 每一種甲蟲的產房布置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看是哪一種甲蟲才可以好好進行布置喔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這個獨角仙 我們先要一公一母 布置產房之前呢,我們必須要讓牠們先交配 交配的話,我們就是要把這個公蟲跟母蟲放在一起 讓牠們住在一起,至少兩天晚上以上喔 才可以讓牠們布置產房 公母交配的話,就是你讓牠們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至少兩天晚上 我們這個是交配的釋放盒 給大家看牠們交配的情況 我們這邊已經準備好一隻,昨天已經交配好的 所以我們現在會開始直接進行產房布置 現在我們要先開始來說 產房布置需要準備的東西有哪些 首先我們需要一個昆蟲箱 最好是這種有防果銀蓋子的 這樣的話裡面放的土才可以保濕 不用一直噴水也不會乾掉 然後第二項我們是要準備 牠們是需要生產用的腐質土 我們用的是我們蟲之生的大豆土 來讓牠們進行產房布置 然後再來是給甲蟲攪拔的樹皮 以及要給母蟲吃了果凍 好,我們現在開始先進行第一步驟 就是先把土放到箱子裡面 把土放到箱子裡面的時候呢 我們要稍微的用手輕輕的壓一下土 但是不用太用力,輕輕的就可以了 我們的土已經有事先調好濕度了 如果你用的是沒有先調好濕度的話 要記得先把濕度調好的可以用齁 濕度的話呢,就是我們手這樣子握起拳頭 它不會乾,然後不會散掉這樣子 才是正常的濕度 好,我們就這樣子把它先剝皮 先放旁邊 然後我們第二步驟 我們要放這個樹皮 樹皮的目的是要給母蟲上來的時候攀牌用的 一般我們養成蟲的時候我們都會鋪水苔 但是我們布置廠長的時候水苔 它裡面的話容易髒 而且會混淆我們到時候 如果它有生軟,小軟的時候的情況 所以我們要放這個樹皮來代替水苔的部分 好,我們樹皮的話就是這樣子鋪在上面 這樣子讓旁邊的空隙都這樣子鋪起來 這樣的話母蟲如果上來跌倒的話 才不會爬不回來 這樣的話他們會消耗太多力氣 反而有可能會很容易就死掉 所以這個樹皮他們只要亂掉 你就要幫它整理好 每天都要去檢查這個樹皮是不是有亂掉 然後再來我們需要放一顆母蟲要吃的果凍 這個果凍的話我們建議 兩天沒吃完第三天就要換掉 有時候母蟲會在下面生 大概兩三天至一個禮拜都不會上來吃 這樣的話你還是要把它的果凍換成新的喔 不然它上來吃的時候果凍就會是壞掉的 這樣的話它就沒有辦法幫你好好地生產 你就這樣子塞著果凍就可以了 你看這對主角仙他們已經開始準備交配了 公格已經準備生出生殖器 看到嗎 好 先讓他們在旁邊交配 好 我們先拿這隻昨天已經交配好的母蟲 讓他們進產房 母蟲的話進產房 只有母蟲自己進產房喔 公德不用跟他一起進去 如果公德進去的話 他會下去一直打擾他 一直要找他交配 這樣的話反而會影響他的交配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他自己進去就好 好 他現在會開始準備往下鑽 好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蓋子蓋起來 讓他靜靜的在裡面 產房 注意事項呢 就是我們每周要打開蓋子 噴一次水 水的量呢 以你的大小箱子而定 好 我們現在的這個 箱子的水量就是一周噴十下水就可以了 水一定要用這種噴水器噴喔 不可以用倒的喔 不然的話下面有可能會擠水 這樣的話軟油可能會爛掉 的話就噴不出來 你就失敗了 所以一定要用噴的 也不可以忘記噴喔 如果你忘記噴的話 你下周要噴的時候 一樣是噴十下 不可以補噴噴二十下 這樣的話會太濕喔 好 我們現在這邊有一張紀錄卡 我們會記錄他的蟲種 還有我們這是讓他下去生的日期 好 以及下次我們要開產房的日期 開產房的日期 所以我們通常都預定在下個月 要至少一個月喔 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生 蟲的軟要孵化至少要兩周以上 所以如果我們給他時間不足夠的話 他的軟沒有辦法孵化 或是說他生的還不夠多 這樣的話你這樣子 布置產房的話就是會比較浪費一點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他 在足夠的時間裡面生 好 如果第一次入產房沒有生的話 我們就會安排他第二次入產房 第二次入產房的時間呢 就是我們讓他第一次入產房的時候 一個月之後 如果發現他沒生 我們就會讓他第二次入產房 一樣是要再重新交配一次喔 如果沒有重新交配的話 他可能還是不會生 所以一定要記得 如果要生第二次的話 一定要再重新交配一次 好 我們就把它添在箱子的後面 這樣子 添在箱子的後面 這樣子 佈置產房的部分就完成了 然後產房的注意事項 除了剛剛記得噴水以外 我們還要注意 要放在陰涼通風的地方 然後我們的環境不可以太熱 比如說放在陽台不行 因為陽台有時候 早上的時候日照會比較熱 然後晚上比較冷 所以那個日月溫差大的話不適合 我們盡量放在室內 客廳或是廚房 廁所這樣子 廁所要注意會不會太悶 然後還有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要注意家裡有沒有螞蟻 如果有螞蟻的話 要記得把 用一個水盤 把那個箱子這樣放起來 箱子要墊高 這樣隔水防螞蟻 水的裡面要盡量加一些鹽巴 或者是洗手乳之類的東西 讓螞蟻不會爬過去 不然螞蟻是會游泳的喔 好 我們現在剛剛布施產房的時候 這對主角星已經開始進行交配了 所以你看 讓他們交配就是這樣子交配的 這樣子很簡單 大家都可以在家裡面試試看 好 今天的介紹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